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撒末尔记上》第五讲 以色列民求利王 《撒末尔不悦》 《撒末尔记上》四到六章的舞台上消失了 经常有人从写作来源的角度 来说明这个理由 约贵的故事跟撒末尔一生的故事 分属于不同的来源了 与神对待以色列人的法则有关 撒末尔无疑会继续的来正常的工作 但是当他在呼召全国集会之前 他仍然在等候恰当的时机的 外邦的神和亚斯塔路 是以色列人从周围的居民那里接收过来的 亚斯塔路在许多的地方 都被人当作是生殖爱情还有战争的女神来崇拜的 那么在巴基斯坦发现的青铜器时代 铜器铁器时代的裸女事物为数不少 诸巴利则是相关的阳性神明 这一种败坏的异教 在这个时期非常受欢迎 使以色列人干犯了第一条跟第二条贱命 并且造成令人恶心的性放纵 迦南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与作为神百姓的 以色列人是相反的 所以悔改如果是真实可靠的 就必须要弃绝这种异教的崇拜 萨默尔现在以耶和华的代言人的身份 向以色列人尽他先知的职份 也为以色列人代祷 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两项的工作 就只是因为耶和华夫招 设立并且装备他 也因为百姓承认并接纳他的权柄 他们照着他吩咐的去做了 单单的侍奉耶和华 萨默尔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他在这个时候的角色 乃是一位祭司 还有涉及到牧者的关怀 尤其是指出来背道的百姓 跟他们的圣节的神的盟约之间的关系 就我们所知 在大士师当中 只有基殿担任过接近这样的角色 虽然底波拉既然是女先知又是士师 在萨默尔身上士师的角色呈现出 他是有先知跟祭司的这个指分的 在米斯巴认罪于禁食的那一天 是萨默尔改革计划的巅峰 是萨默尔树长巡回治理的一个地方 那么他的视野可以穿过山谷向西方来眺望 曾经是个集结点 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 甚至一度成为首都的 米斯巴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守望塔 在军事上是个有利的地点 从远方就可以看见到他 菲律斯听见一大群以色列人聚集 以为以色列人很快就要发动攻击 所以就主动上来攻击 但是对以色列人而言 这是考验的时刻 他们在先前的会战当中 曾经遭受重大的挫败 然而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他们不再兴急 不再不当地把信心放在外在的这些象征上面 反倒真诚地相信他们的神的大能 将要拯救他们脱离仇敌 那么这个信心表现在 对这个萨默尔的请求当中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其中结合了两个想法 不要向我们停下来 或者是向我们保持沉默 表达出来是他们要完全地信靠神的 这一次所限的全身的烦祭是在悔改的时候献上的 作为确保耶和华的恩典的礼物 是遗香的香气的火祭 虽然菲利斯人正在接近 崇拜有可能中断之余 行动似乎是不可以避免的 信心却仍然坚守住 耶和华就大发雷声 天气经常对战争的结果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的 菲利斯人由于受到雷雨的惊吓 作战的阵势溃乱了 就沿着下坡路逃回他们自己的领土去 以色列人有料绝妙的良机 一方面可以趁机追赶落败的仇人 同时又因他们有希望得胜而增进的信心 伯甲只有在这里提到无法确认他的位置 敌军打了一场决定性的败仗了 如此引人注目的拯救不容易忘 所以沙默尔立起了纪念的石头 就像我们在显眼的地方立起了战争纪念碑一样 但是沙默尔的石头要人回想的是永生的耶和华神 他百姓的帮助者 也就是以便以谢的意志 由于耶和华的帮助 并且在沙默尔的领导之下 以色列人就享受了三重的利益 第一 菲利斯人暂时被制服了 但是情势并不是无限起的持续下去 也就是他们将会在扫罗时代 入侵以色列人的领土 他的规模甚至更大 第二 从以格伦直到加特 这些边境的城市都在以色列人控制之下 菲利斯人掳去之地也都收复了 第三 因为沙默尔做事事的时候 耶和华的手攻击了菲利斯人 所以不仅在以色列人与菲利斯人之间 有料和平 以色列人与亚末利人之间也都交好的 沙默尔年纪老迈 标示出环境的变迁 沙默尔自己还有跟国人都察觉到了 他为将来做预备 就指派了他两个儿子 约尔 还有亚比亚 担任以色列人的事实 沙默尔这两个儿子 事先就已经显出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因为就像他们之前 以利的儿子一样 他们对于中保施郎 远比对主持正义更为关切 以色列的长老全体一致 经过彼此充分联络 以后聚集在拉玛 请求沙默为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 像列国一样 这一句话令人回忆 想起来 生命纪十七章 十四节十五节 那里预见了 百姓会想要模仿其他的国家 并且神也容许了他们 沙默尔根本就不赞成 却仍然询问耶和华 沙默尔的角色是长老与耶和华之间 并且耶和华与长老之间的一个中间者 这是在这一章的一个特色的 虽然耶和华批准了君王政体 却仍然预先警告以色列人 将要为这个新的制度付出代价 在长老的领导之下 每个家庭都是独立自主的 不受任何人看管 但是在国王统治之下 将会限制以色列人的自由 连家里头的妇女都难幸免 因为他们必须要为王制造香膏 做饭烤饼 征税原来是前所未闻的 但是现在要变得越来越难 忍受的一个重压 当以色列人在支派领袖率领之下 组织松散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受到威胁 但是一旦组织成为君主政体 它就变成政治地图上面的一部分了 是统治权势斗争当中的竞争者了 国家为了要有力量 百姓自然权衡了三个因素 一 他们要像列国一样 具有影响力于地位 第二 他们希望有王治理我们 其职责于地方领袖截然不同 提供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首领 第三 他们想要有一个人统领了他们 来为他们征战 这是一个焦点人物 是已经被人接受的 所以可以立刻准备率领军队 来抵挡任何人入侵者 但是神的教训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了 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